一说到忍术 就不得不说被誉为忍术宗师的牵手飞剑了 只凭一人之力 就开发了多种竞术级别的忍术 他们为忍者世界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关于飞剑的忍术 大家知道多少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看看飞剑开发的忍术吧 第一个绘图转生 我愿称知他为活影里面最棒的忍术 施术者通过以活人为祭品 便可将死去的灵魂召唤出来 并以绘图转生的方式附魔 而被惠图转生者除了拥有生前所有的记忆和能力 还能为施术者效力 虽然惠图转生是飞剑在乱世时期开发出的 但到三代火影元飞玉展执政的时期 被列为禁术的惠图转生却成为了反派入侵木叶 甚至是制造战争的关键人数 比如三代火影的死 就和惠图转生的驻剑和飞剑有关 后期的第四次人界大战 也是要是都用惠图转生召唤大量领布的强者 才把战争扩大化 其实在飞剑开发此术之后 作为大哥的驻剑就有劝过他说将惠图转生处理 但飞剑并没有照做 这才导致惠图转生被坏人利用 但还好惠图转生这个禁术在火影中立大于并 因为惠图转生 主角方阵营的已故忍者们通过惠图转生而弥补了自己曾经的遗憾 所以要是都也被大家调侃为袁梦大师 并且在火影的主线剧情中 有很多地方都是靠着惠图转生才能得以衔接 其实飞剑发明此术 自己还被自己开发的术给复活两次 虽然惠图转生是很牛 但也是有一定的缺点的 第一点是被惠图转生者的实力过强的话是无法操控的 比如要是都惠图转生的羽制波斑 其实斑靠实力随时可以挣脱控制 只是因为短期两人目标一致斑才没那么多 而大蛇王惠图历带火影的时候 当初带火影驻间爆气时 大蛇王感觉是控制不住初带的 第二点是知道惠图转生结印的人 如果被转生者是知道其结印和结印的人 那么这将是比较大的吧 因为自己控制自己的转生 不但不死且没有查克拉的限制 完全就是一个噩梦 这个风险完全超乎多的想象 班载都解开惠图转生之后 就因为知道惠图转生的印解除了惠图转生的通灵气怨 从而成了谁也不可能操控它的自由人 至于又摆脱惠图转生的别天神属于极个别情报 这里我们就不认为它是惠图转生的缺点了 第二个多重影分身之术 施术者可以通过此数召唤出上千个分身 同时它也是在火影中出现的第一个禁术 有了它就相当于有了一只小型忍者不得 但因为使用此数需要消耗大量的查克拉 作为开发者的飞艰担心一般人使用不当而对生命造成威胁 所以就把多重影分身之术放进了封印卷轴当中 虽然多重影分身之术因被设为禁术而放进了封印卷轴 但在火影中能掌握此数的角色还挺多的 像木叶丸的家庭教师会比兽 刚手的秘术静音 六代火影卡卡西甚至是名人的好机友佐助也有使用过多重影分身之术 不仅如此 还有以名人为目标的木叶丸 在他与首居对战时也使出了多重影分身之术 由此可见 飞艰以及木叶其他高层并未把多重影分身之术完全列为禁术 而是列为高阶忍术 只有达到门槛的人者才能吸得 不过要说多重影分身之术运用的最熟练的 还得是我们的男主拿路扣多名人军 只是看了一眼卷轴 开局就立马上手召唤上千个分身吊打水墨 后面还把他当成经验倍数卡 一人独享千人经验 实力瞬间提升 搭配多重影分身之术 他开发了螺旋丸手里剑 大御螺旋丸等一系列螺旋丸技能 像仙人模式 伪兽化模式等高难度招式也是因多重影分身分分钟解锁 可以说没有多重影分身之术为名人辅助 就没有名人今天的成就 就算忍戒恢复和平之后 多重影分身之术还是成为了名人使用最多的术 在成为了火影之后 多重影分身之术可以说是名人日常的办公神术 一天的时间内 除了在火影办公室审批文件外 还能代替自己接受访谈 日常巡视 和佐助交换情报 甚至是在抽不开身的时候去陪家人庆祝生日 当分身消失之后 分身所有的情报都会直接反馈到名人本体 别说放在火影了 就算是在现实世界 我相信这种可以带自己上班打工的人数 有多少人梦寐以求 第三个互乘起报复 因为常年和宇智波一族战斗的关系 飞奸甚至比他们本族人更了解宇智波 而为了对付宇智波一族的高达续佐能复 飞奸可谓是煞费苦心 为此他特意开发了护城起报复 通过对目标不断地抛出大量的起报复 连续定点集中爆破 对敌人造成毁灭性伤害 其威力堪比小男的6000亿起报复 就连艺术大师迪达拉剑岛都要叫声大佬 护城起报复威力巨大 物伤肯定是在所难免的 为了防止这一意外的发生 飞奸又特意开发了会途转生搭配使用 拥有无限再生能力的会途转生者搭配上护城起报复 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可以无限循环利用的爆破弹 在第四次连接大战中 会途转生的飞奸就像带途施展了护城起报复 在护城起报复的爆破下 整个战场都地动山摇 这威力足以证明飞奸为何要把护城起报复列为尽数 可惜带途有6道之力加持 不然早就被飞奸轰成渣渣 当然护城起报复的用法还不止会途转生的搭配 在游戏究极风暴系列中 飞奸有用水盾大爆水冲波与护城起报复搭配使用 将敌人囚禁在水波冲制造的水牢中 之后自己将带有护城起报复的苦海不断向敌人抛去 在准备集体引爆之前 飞奸从水牢中出来 而敌人将会在水中被起报复扎成灰烬 和会途转生比起来 结合水盾的护城起报复看上去要更加安全便捷一些 第四个飞雷神之术 它是为了针对宇治波的血伦眼 众所周知 血伦眼具有看穿敌人动作的能力 无论敌人的出招速度多么迅速 在血伦眼的注视下都会被放慢恩贝 而飞奸为了针对这一能力开发了飞雷神之术 通过对某一物品进行标记 施术者不用通过结印就能直接到达被标记物品的坐标 并且施加的标记是无法抹除的 在早期飞奸与宇治波全奈对战时 飞奸就是提前在苦无上做了飞雷神的标记 才能避开拳奈血伦眼的侦察 并移一击飞雷神斩击重创对话 除了飞奸以外 第四代火影波风水门在面对雷影 以及奇拉比等众多强者时 也是靠着飞雷神取胜 并得到了黄色闪光的称号 而在第四次人界大战时 飞雷神之术可以说是对抗带土的最佳辅助人数 前期水门用它转移时为伟兽域 后期和飞奸搭配重创带土 期间飞奸还用它带着名人直接干报带土的脑袋 如果没有飞雷神之术 我想水门和飞奸也不敢那么的鲁莽 值得一提的是 飞雷神最早是被认定为和螺旋丸一样 都是水门独创的术 直到后面当名人问起飞奸会飞雷神时 飞奸才说这个术是他自己先发明的 第五个黑暗形之术 和飞雷神一样 一开始都是为了针对雨之波的血伦眼来开发出来 黑暗形之术属于幻术 种了此术的人将会陷入一个黑暗环境 管你是什么血伦眼轮回眼 只要看不见 统统都没用 说到这里 好多人都在想飞奸开发了这么多针对血伦眼的人术 是有多恨雨之波一族啊 其实飞奸并没有痛恨雨之波 而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族人而已 不然也不会同意他割住间和雨之波建立木叶 自己还揭起管理木叶的重担 后期在培养人者时 还把雨之波一族的镜也算了进去 除此之外 雨之波一族其实也有愿意为木叶牺牲自己的人 比如雨之波止水和雨之波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说回黑暗形之术 虽然这个树的设定是为了对付雨之波一族 但比较搞笑的是 在火影中此树却被飞奸用来对付自己的爱人 在火影第72画中 大蛇丸入侵木叶时期 为了牵制住原飞日展 被绘图转生的飞奸使用了黑暗形之术封闭了原飞日展的视影 不过在漫画版的火影中 该树是由飞奸的哥哥驻奸使用的 第六个水盾 众所周知 火影是无影中最特别的影 虽然名为火影 但没有任何一代影的马手盾数手 玩火最出名的反倒是雨之波一族 而我们的二代火影飞奸则更为离谱 身为火影的 他最常使用的属性盾数居然是水盾 哦不 应该是海盾才是 在飞奸绘图转生后 与原飞日展一战时 使用的都是水波冲 水龙弹这样的水盾忍术 而在游戏究极风暴系列中 对于飞奸的忍术攻击招式 也都是以水盾为主要设定 和擅长水盾数的物影村不同 飞奸在使用水盾时 水盾的结印虽然简短 但威力却特别强大 比如使出的水波冲 水断波 虽然只有水管那般大的规模 但威力却可以击穿壁垒 甚至是神术的树头 不仅如此 他的水盾水避震 不仅可以在雨水绝对隔绝的屋顶上使出 其防御力足以抵挡原飞的火龙炎带 要知道就算是物影村的忍者 在使用此招式 也得将水属性的查克拉 灌入地面才能使出 后面飞奸将原飞日展 拖入了自己的水盾过程机内 里面的深度犹如大海一般 这个技能也只有飞奸一个人使用 飞奸对水盾的领悟力 估计就算是初代的水影 也无法到达像飞奸那样的境界 第七个灵魂禁锢术 对于灵魂禁锢术这个术 可能很多小伙伴感到非常陌生 毕竟它不像飞雷神 或者是会土转生有那么高的出场率 但它的能力却不亚于前面说的这些人数 灵魂禁锢术 顾名思义 就是把灵魂强行禁锢在体内 在火影中 左柱被宇智波般所击杀 为了防止左柱死去 飞奸用此术将左柱的灵魂强行固定在本体 以此来延缓左柱的死亡 也多亏了灵魂禁锢术争取了时间 左柱的生还几率才得到提升 后面才能被要失都救回一条命 从这里来看 虽然飞奸表面上讨厌宇智波 但和班相比 飞奸并没有讨厌到让左柱去死 而对于飞奸开发灵魂禁锢术的用意 我个人感觉搭配绘图转生的开发 毕竟绘图转生是为了将死者的灵魂附在祭品上 那么肯定是离不开灵魂禁锢术的 以上就是关于飞奸开发的全部人数 其实在火影连载时期 有很多关于飞奸的传说 比如他是八门盾甲的开发者 但随着火影的更新 我们发现八门盾甲并没有明确的开发者 而且飞奸明显也不像八门盾甲的使用者 还有传言说飞奸是八旗之术的开发者 这其实是有些道理的 要不大蛇丸也不会开着八旗之术 去跟右的虚左能乎对抬 只是他不知道又有十拳剑这种神奇 可能在记载八旗之术的卷轴上 真写着此术 术可以对付虚左能乎也不一定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飞奸确实有可能是八旗之术的开发者 但这只是猜想 并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此外火影中高级的战斗方法 往往都是通过忍术的搭配实现的 比如会图转身和护城起报复的搭配 飞雷神和螺旋丸一起使用 也是事半功倍 我想飞奸之所以能被誉为忍术宗师 除了能开发忍术以外 还在于对忍术的特性与搭配 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除了上述的忍术以外 你还知道飞奸开发的其他忍术吗 好了 关于飞奸开发的忍术 今天就说到这 拜拜